人生感悟解读生命的意义 疼痛的抚摸 曾应邀去一所高校给一些学生 记者讲新闻采写中的人文关系 讲座进行中 报告厅里时时爆发出阵阵笑声 讲完 一些学生围过来 提问 要地址 我自觉良好 一星期后 收到一封信 记自那所大学 心想 一定是位写作爱好者 听了讲座后写信来探讨问题 信间被折叠成精巧的形状 一看就知道写信者是位女生 小心拆开 读下去 心情陡然变得沉重 我在讲座中曾谈及仪式 高考结束后 我到某地采访 发现当地电视台在热播有关贫困生的报道 一些在高考中的高分的特困学生 因担心交不起学费 有的在镜头前 有的在镜头前偷偷哭泣 有的与亲人抱头痛哭 有的甚至在亲人一向前嚎啕大哭 我说 那种画面给我一种强烈的视觉刺激 我怀疑 如此坦然地公开展示窘境 会不会给被防者带来心灵的创伤 我也质问 是不是援助的获得必须以付出自尊为代价 那些以唤起爱心为目的的电视镜头 是不是显得太过生硬粗暴 是不是完全忽略了被防着个人内心的真实感受 信里面说 他就是我所述的曾在镜头前痛哭的一名学生 他说 自从电视里播出那一报道后 他感觉如受重疮 几乎无法喘息 整个暑假他都过得恍恍惚惚 他说他不能怪任何人 因为都是出于好心 他只能怪自己家境贫困 他说他也想过逃离尽头 想过逃离他人怜悯的目光 但他无力决断 他接受了援助 进了这所远远低于自己期望值的高校 而我讲座中的那番言论 无意中触及了他内心里隐秘的伤痛 他说那一刻他的脑中一片空白 此后我讲了些什么他一概不知 他装作埋头读小说 但其实异形也没有读懂 伤害一个人就是这么简单 而伤口的复原却需要漫长的时间 一点风吹草动都会在心底掀起惊涛骇浪 我在回信中表达了诚恳的歉意 并说了一堆苍白臣腐的道理加以劝慰 他再一次回信 心里说他现在需要的仅仅是遗忘 开始明白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小块领地 无论富者穷者智者愚者 身边都围着一道或高或矮的篱笆 以保护自己的个人领地不受侵犯 这道篱笆既是一种拒绝 又是一种邀请 他拒绝恶意的窥探 粗暴的闯入 他邀请真诚的帮助 平等的会晤 他是脆弱的 阳光可以渗透 和风可以吹拂 但无法承受双足的践踏 伸手相助 永远都是值得赞美的 但请不要忘了认真对待那一道 守护人性尊严的心理 与朋友们共勉 感谢你们的陪伴